I cheer on, sleep on, send the eyes to turn I want you all with the same love 张化宪代表队参加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勇夺20面金牌、24面银牌及45面铜牌 合计89面奖牌的佳基 超越去年总计71面奖牌 多了18面奖牌 张化宪政府于今天在张泰国中展艺馆办理 极优选手表扬大会 宪长王惠美与会表扬 这次全中运 宪府发放总计近千万元奖金 以后值优秀运动人才的三级培训 期盼选手们能无后顾之忧的训练 持续为宪 为国争光 在这边再次的感谢大家 辛苦大家 那在这次的我们全中运里面 我们勇夺了20面金牌、24面银牌、45面铜牌 总共有89面奖牌的一个佳基 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校长、老师们的支持 教练的用心、同学们的努力 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这个在全中运的夺牌 我们金牌是1万5 银牌是1万、铜牌是8千 所属学校我们体育设施都还会在于补助 所以在这里总共发出了165万的金费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优秀运动员技 基优教练的奖助金 我们在这一波也花了383万 另外为了留住我们优秀的选手 在我们流线计划里面精进 我们在这次的这个申请的奖学金里面 预估大概会有到400万元 那总计我们在这次全中运里面所发放的奖金 会将近到1千万年的一个部分 那最主要我们现在一直在建立一个三级制度 就是希望我们优秀的运动员 他呢升学午后顾之忧 再来他的出入也午后顾之忧 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努力在一直在努力的 那也期待让我们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继续为我们国家继续来争光 那除此之外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运动设施的一个这个投资 比如说我们在体育场这一些 我们就辞职超过了场馆的部分就超过了2亿亿 那最近我们陆陆也得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这个认证 那另外我们也赤职了3.5亿在河北运动馆 以及未来的陆港运动馆 在这个部分那逐一的把我们八大生活圈里面都能够建置起来 那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好的一个环境 能够培育出更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学生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